北北基陶 眷村文化节线上联合记者会的主持人 我叫陈凯伦 很荣幸啊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我想不容易把四大市长同时在铜框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心情 眷村意象联想到以前的年代 继去年桃源市主办联合记者会 共同行销四线市眷村文化节后 今年由台北市主办北北基陶眷村文化活动 市卫县市首长在线上齐聚 并以各自县市的空军礼物装进空军面粉袋 传递给另外一位县市首长 新北市则准备空军三重一村餐盒及料理食谱 线上会议中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推荐民众 致空军三重一村游历 今年串联的空军三重一村一江山的战役协会 新北市请天协会 五谷茂商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胡连将军顾基等新北市各眷亲协会 采取新北建村的故事 以建永年代为止题 应应防疫 西时整合系列活动 透过线上办理建村菜教学 复古老照片的争片 线上民歌演唱会 以及推广活动 新北市今年以卷永年代为主题 应应防疫 虚实整合系列活动 透过线上办理民歌演唱会 卷村菜教学 复古老照片增见等推广活动 民众不出门 也能线上感受卷村文化风情 实体活动 邀请崇幼科大带来 卷村音乐剧表演 让民众回忆当年物资缺乏 但心灵富足的年代 新北市卷永年代 卷村文化节活动配合防疫 提供线上及实体活动 给民众选择 新北市卷村文化节 今年办理时间 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 有兴趣的民众 一同感受浓厚的卷村文化 记者曾丁家综合报道